国内第一家清真航空公司Riani Air 突然宣布停飞 一些顾客昨天上到总部 索取退款不成功叫骂声四起 交通部长南都斯里廖中莱 今早指出 这家航空公司擅自停止营运 抵触民航局条例 交通部将援引民航管理条例 发出冻结令 并要求Riani Air给予合理的交代 廖中莱今早在布城 出席第70届陆路交通局日之后指出 任何航空公司要停运的话 必须给民航局事前通知 不过Riani Air在没有通知官方情况下 擅自做决定 因此民航局明天会发出冻结令以外 将全面涉查这家航空公司 同时民航局也会传照 有关航空公司代表 如果Riani Air无法提供满意的交代 那么这家我国史上第一家清真航空公司 将面对被吊销营运执照的命运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